Hello 我是姥姥 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6月4号的时候 看了一篇文章 一个美国华人写的用英语 写的就是六四 我本来挺期待 看那篇文章 因为一般来说呢 只要是那个作者写的东西呢 我都会喜欢的 那个人挺有头脑的 很有想法 而且很有个性 所以说呢 我本来希望挺高的 但是看完那篇文章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就感觉怪怪的 感觉这样说吧 我很有意见 我跟那个作者想法很不一样 于是我就把它放下了 就决定不用管了 我也不用纠结这个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想法不一样 对吧 这很正常 甚至很健康 我不是也会 时不时提醒大家 我不希望你作为我的观众 在所有的问题上 跟我想法一致 我会觉得恐怖 所以说呢 我就把它放下了 但是后来第二天呢 我忙着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时不时 想起那篇文章 然后昨天我又想起来了 我就觉得 那我再看一遍吧 就是或许我理解错了 或许我忽略了一些细节 或者什么 结果不是 结果我看完 我再一次 第二次看完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依然觉得 不对 这篇文章就是不对 所以说呢 我觉得可以 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看法 现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而且我还要自己解决 就是按道理来说 我应该把作者名字告诉你们 对不对 让你去查一下 那个人到底是谁 都说了什么话 或者是 他那篇文章 我应该把连接放在那呢 你们看完了原话 你们再回来 看看我对他的评论 这样比较科学 这样比较公平 对不对 这个道理我懂 这个原则 我支持 但是问题是 除了原则以外呢 还有我个人的感受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原则高于一切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我自己感受 比较重要的 从感受这方面讲呢 我不想把作者名字告诉你们 我也不想发连接 因为我怕一部分人 不是所有 但是一部分人呢 可能看了我这期视频 然后会跑过去 姥姥出征 就会去告诉那个作者 在他那边 就会说 我们家姥姥说你这篇文章写的不好 我们不同意 我们吐槽你 我们骂你 我不想看到这种 这种现象 我不想让那个作者不舒服 我其实我跟他不认识 知道吗 就是不是说好像我们有过什么互动 No 但是我尊重他的作品 他之前的大部分文章 我都很喜欢看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很难得 对吧 发现了一个 好的那种作者 三观一般 很正的一个作者 那么现在在一篇文章里面 我跟他想法不一样 不说明 我想象的不舒服 因为我其实挺喜欢和谐 我跟你们说过 对不对 我怎么说 一部分人 比如说纳粹 工厂主义者 或者是小粉红 或者是羊毛毛 或者是穿粉 那种人 我不是很在乎他们的感受 就是我要是 想批评他们 那我就随便说 甚至吐槽 甚至骂 因为他们的感受 我不是很在乎的 因为我本来对他们 就没有什么 就不是很尊重 应该这样说 对吧 但是如果说 我本来尊重你的 我可能会想 避免各种冲突 对吧 就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艾未未 他不是不喜欢我的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记得 他那个时候 去年前年什么时候 还暗示我是纳粹 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暗示的 那个时候 我说实话 我有点不高兴 不是说 因为我怕其他人 说我是纳粹 我就随便说吧 但是 艾未未 他的作品 我很喜欢 我一直到现在 他这样说 我不会改变 我对他的作品的看法 他的一部分发言 我很支持 所以说 应该说 我本来很尊重他的 他这样说 我有点不高兴 我觉得这种冲突 我不想要 这个作者 咱们还是不要跑过去 不要批评他 有的时候 就是想法不一样 好吗 我就在这期视频里面 概括一下 我对他的 他文章里面的 一些观点的理解 然后我来解释 我的看法 好吗 咱们比较低调一点 其实那篇文章 有一些观点 我还是挺支持的 比如说他的出发点 咱们先说那个吧 按照我的理解 那作者呢 他认为 我们应该反思 自己这么纪念六四 我说这个 我们就是国际社会 因为中国大陆呢 没那个问题 因为也没有 那个可能性 中国官方 他们宁可当作六四 没有发生过一样的 不说 狠狠地打压 向前看 以前香港有 有今年活动啊 有那种 我不知道 回忆文化 memory culture 可不可以这样说 现在也没有了 四下有 中国大陆四下也有 但是官方没有了 就跑到口外来了 什么台湾 日本 欧洲 美国 就等于好像 六四这场历史悲剧 他的回忆 从中国大陆 跑到了香港 然后从香港 跑到了全世界 比如说在美国 那个作者是美国华人 所以讨论的就是美国 其他地方其实也一样 每年 六四的时候呢 只要到六月四号的时候呢 就会有纪念活动 有的比较小 有的比较大 会有展览 会有采访 会有电视节目 会有文章 而且 年年会有一些 政治人物 他们会站出来呢 会说 我们要纪念六四 那个 在原方的中国 35年前 发生的历史悲剧 他们说 要纪念 我对那个作者的 观点的理解是 他认为 一部分 最起码一部分 那些政治人物呢 或许 不是真的要纪念六四的 不是真的在乎 中国人的死活 中国人的政治情况 而更不是说 他们在乎 六四 和现在 比如说在自己 政治环境下 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关系 而是那些人 就是表态而已 就是很空虚的 说我们反对CCP 我们反对共产主义 我们反对独裁制 而已 这个观点 我是支持的 我也认为 六四有这种风险 被幅画化 但是 其实 不止六四吧 不是每一间历史时间 都有这个风险吗 变成一个 空虚的一个包装 好多人 对他表态 表面上 对他表态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会把自己 想要的思想 装进去呢 然后利用 这个被幅画化的历史时间 去卖自己的想法 就比如说在德国 德国历史中呢 我们比较关注的 当然是二战 那是德国 对吧 有一些人 看着那段历史呢 就认为 当年是德国 引发的战争 事实上也是 对吧 战争是不好的 那段历史是很残酷的 所以 自己要当一个和平主义者 OK 但是那些人得出的最后的结论是 看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自己作为和平主义者 不要参与 不要帮助乌克兰 不要给他们提供武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提供武器 就等于 被判自己作为和平主义的那种理想 那不好意思 我认为 这种对二战那段历史那种 态度 就是一种符号化 这种和平主义 其实不是和平主义 是一种空虚的一种包装 你就是不想帮忙而已 还有一个我同意的观点 就是这个作者呢 按照我的理解 他认为六四 虽然名义上属于那个年代 就是当时的冷战 但是 作者认为 这个六四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他是否跟现在的一些事情 还是有一个什么关系 比如说一个 他是不是有可避性 或者是 是不是有一个因果关系 或者是 他是不是类似的事 这种想法我是同意的 我觉得任何一个历史时间呢 如果我们把它纯粹当作历史时间 就是属于过去 可以放在那儿 可以符号化 可以空虚的纪念 但是不用再管 因为不会重演 不会再来 我们或许会错过一些学习机会 所以说呢 无论是六四 还是 德国二战历史呢 我还是希望我们不要 完全去把它当作历史时间 放在过去 而是 我们可以想想 他是不是跟现在的一些事情 有什么关系 好 现在说到我的意见 就是我为什么觉得那篇文章 还是有问题的 前面两个观点 我是支持的 对吧 而且我认为 那两个观点 其实是这篇文章的核心 所以说都OK 问题是 那作者呢 为了形容那两个观点呢 一 六四有被符号化 被利用的风险 二 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六四 作为历史时间 是否跟现在的一些 正在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 那两个观点 为了形容那两个观点呢 那作者 打了一个比方 做了一个比较 他没有完全横着打这个比较 他的水平太高了 他知道那样不合适 但是还是暗示着 那两件事情 做比较 他打的那比方呢 一方是六四 另一方是那些 支持加沙的美国学生 怎样比较 一方 1989年 在中国各地参加 示威活动的人 我们现在想到那些人 就是六四那些人呢 可能会想到学生 年轻人 但是其实不止他们 各种各样的人 对吧 六四 最后的下场是 中国政府决定 把他们 打压 好多人死了 他们出兵 出坦克 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对吧 六四 另一方面呢 今年在美国 有一些大学城 一些年轻人 在那大帐篷 支持加沙 支持巴勒斯坦人权 说的是学生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那些示威者 到底多少个是学生 还是外来的人 不知道 最后的下场呢 还没有 因为有一些 他们占领学院的那些活动呢 依然在继续 有一些被抓 要被审判 有一些就是被赶走 被警察赶走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确实有一些警察暴力 我再重复一遍啊 那个作者没有完全横着比较 他没有说一对一 完全一样 no 没那么简单 但是在我看来 他还是暗示者 就是比如说他会关注 政府对两个不同的示威活动的态度 比如说中国政府当年对六四的态度呢 那么作为一个独裁国家 肯定很凶残 那最后下场我们也都知道 对吧 所以说呢 那是六四 但是那也做着呢 貌似看着美国政府 美国地方政府 美国警察 美国那些学院 一些大学管理层 看着他们的那些 在美国大学城的那些示威活动的态度呢 就觉得是不是 其实有点像 中国政府那边是公开独裁 你这儿也不能容认一些学生 为了一个什么正义 为了一个理想 在你校园里面搭帐篷吗 你就东你的警察 把他们赶走吗 而且还要抓人 不是有点奇怪吗 怎么会拿那两者做比较 我看着 我在想 是不是咱们那个作者 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 不好意思我这么说 那个低级的错误就是 咱们那个作者 是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 是不是拿着自己意识形态 去衡量那些事 大概意思就是 他认为六四的那些示威者 是正义的 所以中国政府这样清场 是不好的 而在美国校园里面搭帐篷 知识架杀那些 实惠者也是正义的 所以美国地方政府 或者是美国警察 这样清场也是不好的 所以有可避性了 但是问题是 这种意识形态 真的是一个好标准吗 就是你所认为正义的 其他人或许 不怎样认为 我们是不是作为一个公民社会 作为一个法制社会 作为一个民主社会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标准 哪一种 示威活动是可以的 哪一种示威活动不可以 我觉得要说到两个 示威活动的公通点和区别的话呢 最好不要说到它的正义 这个很难说 意义不大 要说那些示威者 有没有其他办法 这个可以比较 比如说中国那些六四示威者 有没有其他办法 美国的那些校园示威者 有没有其他办法 中国的话呢 无论是六四的时候 35年前还是现在 你想出去游行的话 可以吗 你可以申请一个示威活动吗 警察会保护你的吗 你可以写批判性的那种文章吗 你可以在社交网上 发表自己不满吗 你可以在街上发传单吗 这些你可以吗 在美国的话 那些校园的那些示威者 他可以吗 他可以申请示威活动吗 他可以发传单吗 他可以在社交网上发吗 他可以写文章吗 他甚至可以上电视吗 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两个是不是不一样 说白了 中国人是没有办法的 不是吗 这句话还要说吗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其实本质上跟朝鲜人 伊朗人 俄罗斯人 乌兹贝克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从公民权来说 你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独裁国家的居民 你可以发表自己对政府的不满吗 你可以办一个游行吗 不可以 对吧 你只有人寿 作为中国公民 你可以待在家里 人寿 等你哪一天忍不住了 你当然可以出去了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你必须得做好心理准备 他们会收拾你的 他们会出武警 会出坦克 会出兵 你有可能会被消失了 有可能会更惨 因为无论怎么样 你只要参与那种活动的话 你都已经完了 没有一个广场属于你的 没有一个草原属于你的 都犯法了 都要被收拾 这是中国的现实 不是吗 那么在美国是不是不一样啊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澳大利亚 那些无聊的 liberal democracy 你是不是有共鸣权 包括那些在校园里面 搭帐篷的那些 维加沙抗议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是不是有共鸣权 他们是不是可以去警察局 可以说 哈喽 我是姥姥 我很受不了这个政府 对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态度 我要办一个示威活动 警察可不可以拒绝 警察是不是有义务 保护你的示威活动 在那种国家 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校园呢 有一些人会说公民不服从 听说过对不对 就是他们会执政那些 美国校园里面搭帐篷的示威者 会说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 因为那些示威者 校园里面的那些 有一种目标 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学校 自己的大学 跟以色列断交 就是比如说某一所大学 跟某一所以色列大学 有合作要停止 不要了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最好在校园里面 搭帐篷呢 给自己的大学一些压力 civil disobedience 公民不服从 我不赞同 或者是 不是百分之百 我觉得可以讨论 但是我偏向于不赞同 什么叫做公民不服从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份子 一个公民 如果你认为这个国家 这个系统对你不公 或者是对其他人不公 而且你觉得没有其他办法 没有其他出路 你就可以选择不配合 它的某一些法律 你觉得本质上不对 所以你不配合 比如说某一些税 你不交 或者是你不当兵 或者是其他的 但是这些会有后果的 所以说这种抗议方式是有代价的 这个公民不服从 这个概念是十九世纪的 我记得 Henry David Thoreau 很无聊的一本书 他在山里 在森林里面 但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是60年代 在美国 在南边 Alabama Mississippi那些 讲种族主义的那些州 那个时候还有一些那种 segregation laws 就是会把白人和黑人分开 特别种族主义 特别反人类 那些法律 直接影响到了黑人的人权 公民权 所以有一些黑人选择了 公民不服从 不配合了 最有名的例子是Rosa Parks 在我记得是在Montgomery Alabama的一个小城市 那个小城市呢 黑人很多 那个阿姨 一个黑人阿姨Rosa Parks 她要上一个公交车 但是那个地方的规定是 黑人可以上 但是必须得坐后面 白人可以坐前面 Rosa Parks 她不肯 她不愿意配合了 她就说 我坐前面 那个是我的权利 作为一个公民 管我的辐射是什么 结果被赶下车 不知道是司机啊 或者是警察 或者是其他的乘客 把她赶下去了 法律也确实 不允许她在那里做 但是那个法律 那条法律就是不对的 所以她选择 不服从 不配合 之后好像是MLK Martin Luther King 她组织了 或者是她帮助他们组织 那Montgomery的所有的黑人呢 抵制那公交车 所有公交车不坐了 好像Montgomery的黑人是70%以上 所以说那公交车公司呢 就比较困难 最后呢 我忘了他们坚持了多久 好像一年了 反正时间挺长的 那些抗议者 那些通过公民不服从的这种方式 抗议的黑人呢 他们成功了 胜利了 那公司呢 让他们随便坐 而且之后 那州 那城市 整个美国南部呢 把那些segregation laws 那些 种族主义的那些法律 也各个 一个一个给取消了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其他办法 而且你会成功 通过这种方式 那至于那些效应里面 大帐篷的示威者的话呢 我就纳闷 我会看着他们 我会想 你们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 难道必须得这样吗 就是 难道你们认为 美国体制 你们周围的体制 它如此糟 你们必须得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够改变它 是这样吗 还是你们认为 它本质上错 美国体制 它有一些法律 如此反人类 你们必须得采取这种方式 公民不服从 你们才能够改变它 是这样吗 这意思大概是说 你们跟六十年代 美国南部的那些黑人一样的 那我还是要提醒你 当时 Rosa Parks那些人呢 他们面临的是一个 反人类的一个体制 对自己 反人类 讲种族主义 歧视自己的一个体制 那个体制 本质上就是错 所以说呢 当年 Rosa Parks和那些人呢 他们或许 真的没有希望 通过和平游行 那种方式 去改变那个 本质上错的体制 而且历史也证明 确实需要通过这种 公民不服从这种方式 去改变它 而且成功了 但是 你那些 占领校园的那些 大帐篷的示威者的话呢 你们真的要改变那些体制吗 你们真的要取消某一些法律吗 好像不是 好像你们要改变的是 某一些政策而已 一些外交政策 是吧 而且你们还不代表多数 就代表自己 你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或许你们是 我不从意识形态评论 但是 事实上 其实你们有其他办法 不是吗 你们可以游行 可以 比如说你是某一所大学的学生 你希望这所大学跟以色列断交 OK 那你申请一个游行 在学校门口外面呢 某一个什么地方呢 警察还会保护你的 你可以天天去 喊你的口号 唱你的歌 但是你不 你非要到校园里面去 对吧 沾临某一个校园 你在那帐篷呢 问题是这个校园属于谁的 属于这个大学的 它的主权 它可以把你赶走 它有可能会忍受 忍受了就 就OK 就无聊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他不忍受的话呢 他跟你说滚 你滚吗 你不滚 因为这个是原则问题 对不对 公民不服从 最后呢 谁把你赶走 警察 到时候 你会不会装可怜 你会不会说 哎呀 我也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 这些警察好像是帮以色列的 是吗 我不确定 总之 我觉得那篇文章可惜了 因为他提出的问题 其实挺有意义的 我们要怎么纪念六四 我们要怎么避免六四被符号化 而且它被利用 而且六四它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很值得讨论 只不过是 那坐着打的比方 六四的那些大帐篷的人 被清场 现在美国校园里面 大帐篷的那些示威者呢 也被清场 有可悲性 这个我觉得 甚至有点可笑 那就可惜了 是这样 Peace 咱们今天第一个包主是Jupiter 咱们的老朋友 木星 他请我吃一个包子 谢谢你哦 Jupiter 而且什么也没说 Peace Jupiter 第二个包主 是塔里的推拿奖 他请我吃三个包子 谢谢你哦 塔里的推拿奖 然后他的留言 我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懂 可能我太傻了吧 我看了 有点糊涂 我试图 概括一下 他的核心想法 他不同意 我上一期视频里面 说的一个观点 我说 巴勒斯坦 以色列这种冲突呢 最好 不要当做一种球赛 我的意思就是 不要盲目站队 不要无条件支持哪一方 因为那个冲突本身 就是很复杂 对吧 两边都有对和错 然后这个塔里的推拿奖 他说 应然上 是 但是实然上呢 不是 我就奇怪了 怎么说呢 我们聊的难道 不都是应然上吗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觉得应该 我们怎么做 而不是事实上 我们当然会 被各种 很复杂的那种 情感带上 或者是 我们朋友圈 怎么看 我们也怎么看 或者是 我们会 选择性 看新闻 或者是看媒体 或者什么 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 我们应该 控制自己 应该 不停地提醒自己 那是不对的 我仅仅是这个观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理解错了 反正谢谢你 塔里的推拿奖 第三个包主 Tom D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Tom D 他请我吃五个包子 谢谢你 Tom D 而且Tom D呢 可惜他什么也没说 谢谢你 Peace 好嘞 我说完了 准备回家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认得出来 这个城市 我能 Peace